LV 包包合集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Meglioso 今天想要跟大家做我的LV包包合集 其实我有考虑说我要不要做一集 就是我全部的LV包包合集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做成一集的话呢 你们可能会到后面就会睡着 就把它分类成不同的皮革 接下来我要介绍就是LV加零格纹Canvas的包包跟小皮肩类 第一个我们要开始我前面这个Speedy啦 Speedy呢是他们25的尺寸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Bandolier 这个这样 Speedy 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size 我那时候买的时候啦 25是它最小的size 那它现在有出BB size 它有出一个mini size 这都不是零格纹的print 像我有他们的nano size 但是是在老花图案 我之前自己呢 其实是很喜欢这个size 这个25这个size 我三个他们家Canvas都有买 就是白色零格纹 咖啡色零格纹 跟他们的老花图案 后来我就把老花图案的卖掉 跟把咖啡色零格纹买掉 就留这一个 所以这个是我三个print里面 其实是最喜欢的Canvas 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白色包包的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他们白色零格纹呢 就是会比较容易脏 没有像咖啡色零格纹这么耐用 我觉得就是注意一下 就是你用它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Canvas包包 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的脆弱 Beedy 呢就是有这Bandolier 然后打开来给你们看一下 里面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隔层 然后这个里面呢是有附一个pocket的 我们看到这个pocket呢是有拉链的 但是这个隔层呢真的是很小 所以我里面呢顶多就是放一些小东西 在这个pocket里面 不然呢里面就是一个大隔层 我现在里面有我的肩带 然后我有放一个内包 因为这整个包包呢就是一个大隔层 所以放内包就是我可以 organize 一下我里面的东西 它给的肩带呢就是这个 Baketa肩带 它是三段式的 所以看你想要侧背肩背或是短的肩背呢 你都可以调节 所以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Speedy 我如果不想要想说我想要用什么包呢 我直接就是会抱我的Speedy出门 下一个我拥有的白色链格纹就是这个 Potite support 这个是他们的小size 我自己也有它的大size 但是是老花图案的 这就是很可爱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白色链格纹 因为小包我就觉得说白色呢 我就觉得很好看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个图案 因为它这个size呢 它也是有出老花图案 那我自己个人呢是很喜欢这个 那它也是就是有附这个长的肩带 就看你想要就是背 cross party 或是肩背 都是可以调节的 里面呢基本上呢 我也是有放一个内包 因为它里面是白色的 那种microfibrous lining 所以呢我就放一个 就怕说白色里面有放东西会脏 其实你看它这样小小的 其实它还蛮能装的 我上几个影片呢 有做一个它跟大的对比 所以你可以去看那个影片 我把连结放在上面 就我每次背它 我都是斜背它 下面是这样 这一个Vakeda是处理过的 没有像我的Speedy是没有处理的 所以它来的时候呢 它已经有一点点的暗沉了 没有像我的Speedy是完全是Natural 这个是他们家的Pochette SS War 以前很常用这款包包 其实这包也是蛮实用的 那我现在就是把它就是收起来 因为我用Monogram的那个颜色呢 比较多 比这个多 所以呢这个基本上现在就是 坐在我的closet里面 我自己觉得真的是很实用 我也常常用我的Monogram 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用这一个 所以这个还蛮新的 看一下里面呢 就是一个大隔层 它是有附一个这种小肩带 可以挂在上面 就可以当一个小的肩带包包 然后它这边呢 是有一个小隔层 这个你现在如果出门run errand啊 因为你的手机皮包钥匙啊 一个干洗手啊 或是一个四指巾多装的下 在这里面 我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没有用 那我没有用的包我其实都会想要把它除掉 那为什么我没有把这个除掉呢 是因为我买这个的时候呢 应该我没有记错 差不多400美金加税 现在这个包包已经炒到700多美金加税 我觉得很夸张 所以我就有一点就是舍不得把这个卖掉 因为如果我把这卖掉呢 一它真的是很难找的一款包包 二价格已经跟我买的时候 我已经差不多double了 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个卖掉 我真的是要三思 那我其实用那个monogram的款式呢 蛮多的 所以如果我想要替换呢 就有一个替换 非常推荐这个pochette 一个我有呢就是白色灵格纹的这个mini pochette 这个mini pochette呢 我自己也是就是三个print都有 但是因为我这个我其实是用很多的 我就是几乎三个都有用到 我现在是把东西都拿出来了 里面呢就是一个大格层 它是帆布的 然后它就可以这样拉起来 它每一个都是有附这个小chain 你就可以勾到这边 那如果你不想要勾这边呢 我有看很多人呢 他们就把这个拿掉 然后呢就把它勾在这边 或是如果包包上面有那一条线呢 你就可以勾在宝宝D ring上面 你就拿这个就比较容易拿 我通常都是把就是我的一些小东西啊 零零碎碎的东西放在这里面 我觉得超好用的 这个canvas呢又就是很nine 唯一我比较少用这个颜色呢 就是它里面这个内里呢 是那种beige白色 所以我会怕把它用涨 monogram跟我的咖啡色灵格纹呢 我就是用很多 这个也是我非常推荐的mini pochette 这是他们家的crochet的wallet on chain 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wallet on chain 这其实是我LV家唯一一个wallet on chain 就是这一款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这一款呢 因为它的高度是很够的 它其实是比我的chanelwallet on chain 或是我其他的wallet on chain的高度够高 所以你要放东西在这里面呢 其实是很容易的 然后它就是这样打开来 里面是这个仿机皮的这个粉色 里面也是就是粉色 但是它下面这边呢就是皮革 它就是很经典的一个wallet on chain 这边就是卡槽 后面有一个pocket可以放现金 这边这大隔层呢 就可以放一些手机啊 一个护唇膏啊 就可以放在这里面 然后它前面这里呢 就是一个拉链 这样打开 那这拉链里面呢 这个是那种wipeable的 所以是可以擦的那种布 所以你放零钱在这里面呢 就是如果它脏掉的话呢 就是拿一个湿纸巾里面擦一擦 但是这个容量其实 我觉得Ewallet on chain呢 就还蛮大的 唯一不一样呢 就是它前面这里 就是没有多一个口袋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class 就是它这个扣呢 就要这样扣起来 所以如果它前面再放一个口袋呢 可能就是它没有办法扣起来 但是里面这容量已经够我 就是如果我要用wallet on chain的话呢 就是我的手机跟一个钥匙 基本上就可以出门 它价格真的很好 像Chanel最近涨价啦 他们下的wallet on chain 现在都要 我觉得真是有点夸张 这个大概2000以下就可以买到了 1800如果没有记错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 CP值非常高 然后也不会就是不好用 所以如果你们在考虑wallet on chain呢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LV加的 不一定要买这个款式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 没有那么喜欢 这白色灵格纹 它也有出就是咖啡色灵格纹 或是不同的款式 LV加也是有做很多wallet on chain的 所以可以去看看 我要秀盒子 因为这个真的是 我在LV加买的第一个皮夹 我现在这皮夹已经退休了 就是我没有用它 因为那时候我买它的时候呢 不夸张 大概四五年 多是用这皮夹 没有换过 所以呢 这皮夹真的是被我用得非常凄惨 OK 我要打开来给你们看 它以前就是这个咖啡色盒子 后来才变那个橘色盒子 以前的防衬袋呢 是比现在再深一点的颜色 And then呢 这个Louis Vuitton呢 是比较咖啡色的 现在的是黑色的 就是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出的这个皮夹 这一季呢 有出一个类似像这个皮夹的 叫Juliette 我在旁边放一个照片 就跟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相似 这个呢 我真的是用了很久 真的是有点脏 它镜头好像看不出来 但是呢 我这里都有一点 就是直接是黑色的 真的用得很凄惨 就这里是卡钞 And then呢 这边就是有隔层 隔层 这边是没有隔层的 And then上面呢 是放钞票的 很喜欢呢 是因为以前 我都有keep很多零钱 所以呢 这里呢 我就会放我的零钱 直接用了非常多年 现在呢 就是 常常在换皮夹 有时候也会很怀念说 我一个皮夹用个四五年 好 对这就是我第一个LB夹的皮夹 这个咖啡盒子又来了 这个是唯一有的 咖啡色铃格纹的皮夹 我其实已经没有 咖啡色铃格纹的包包了 我唯一还有一个就是 跟这个皮夹 我的collection里面就没有 咖啡色铃格纹了 我以前是有一个speedy 其实现在还有 但是呢 我把那个speedy给我妈妈用了 所以那个也不能算说 是在我的collection里面 这皮夹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这个是我 八年前我有一次跟我老公去Vegas的时候买的 还蛮有回忆的 就算是我买这个 我记得 以他们家的皮夹来讲呢 还蛮贵的 很像是 八百多美金 以前我记得八年前 他们家的皮夹都是三四百 然后这一款要八百多美金 我就觉得 哦 好贵哦 但是我想说 啊 我们去Vegas了 要买个礼物给自己 所以呢 就买了这一款皮夹 这皮夹我也用了好几年 打开给你们看 我就很喜欢这按钮 它是一个按钮打开 以前我就会放我跟我老公的照片 但是这里就是放卡 可以放三张卡 但是呢 它这样打开来呢 又可以再放卡 所以呢 它真的是放很多卡 上面这边呢 也就是可以放钞票 就是放很多很多钞票在里面 一样就是以前呢 就是比较常会用到零钱 这个也是有付一个放零钱的 也是可以放很多零钱 现在的皮夹已经做到很小 因为 现在小包比较流行嘛 所以这种放零钱的 compartment都被拿掉了 所以现在皮夹都做得很简单 因为其实你也很少会带 那么多现金出 但是这就是 我觉得很经典的 可能这也是 就是有很多memories 所以呢我也是就不会把它除掉 就把它留着 好好的收藏 今天你 就是我介绍我所有LV加 白色灵格纹Canvas的包包跟SLG 希望你喜欢这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跟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